熟悉迪丽热巴的都知道,近年来她出演的作品真不少,今年播出的《你是我的荣耀》可谓是最火的。 不过,可能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6.9分的荣耀居然输给了5.8分的《长歌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迪丽热巴工作室、微博和电视剧《长歌行》微博宣布, 《长歌行》荣获2021年中美电视节年度金天石奖电视剧《迪丽热巴融》获得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 《迪丽热巴》特意录制视频,感谢《长歌行》的导演和工作人员以及角色《长歌》, 表示这部剧让自己一点点成长起来,并感谢粉丝支持。 《迪丽热巴》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 中美电视节并没有官方微博,我们看不到完整的获奖名单。 中美电影节是唯一代表中国电影市场颁奖给在中国最受欢迎美国电影的海外电影节, 含金量也是足足的,但部分网友却对迪丽热巴的演技提出了质疑,认为奖项水分太大。 其实,迪丽热巴的演技被质疑也不是第一次了, 当年迪丽热巴凭借漂亮的李慧珍一句,一举斩获第29届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第十二届中国电视精英艺术节最具人气泥演员两项殊荣,成为了双料影后。 就是这一次,迪丽热巴被冠以水后之名,精英奖的含金量也被大家贬低, 而迪丽热巴却没有办法反驳,面对质疑,迪丽热巴确实停止拍戏了一段时间。 时隔三年,长歌行的出现让形式有所不同,演员随着时间是会学习的,演技的提高也是可以被看到的。 当时在长歌行播出的时候,迪丽热巴所饰演的李长歌多次登上热搜,女扮男装是一种挑战。 根据德塔文发布的四月份电视剧景气指数,长歌行在当时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他的总得分排在第三位,其中,在主演贡献度这一栏中显示, 迪丽热巴、吴磊和赵露丝,他们三人的贡献度分别为31%,27%和27%。 看一看出,这部剧完全就是他们三个人带起来的热度,我们再来看看剧情。 长歌行这部剧是一部女性题材的影视剧,讲述的是李长歌从一心复仇到逐渐成长的故事。 迪丽热巴扮演的李长歌和赵露丝扮演的李乐嫣都是公主,作为手足姐妹,她们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剧中的李长歌因为自己的父母均死于玄武门之变,所以自己背负了家仇国恨。 但在遇到了男主角阿施勒森,她的生活发生变化,在事业和情感中,最终放弃了复仇,和男主角阿施勒森一起守护大唐和草原。 看完这些剧情,再回想起你是我的荣耀的剧情,是不是更怀疑为什么剧情和评分都比长歌行的你是我的荣耀没获奖呢? 据了解,长歌行在播出后,海外发行超735万美元,突破了华语影视单集的销售记录,被翻译成20种语言全球传播。 在知名的国外视频平台油管上,总点击量也是超1.5亿,多个国家收视率第一,成绩傲然,比利热巴也被更多的国外观众喜爱。 在国内,此剧也是播出平台今年上半年收视率最佳的电视剧。 多次冲上热搜,足见这部剧的受欢迎程度。 虽然评分仅有5.8分,但喜爱程度和评分是两个概念,一个来自于大众,一个更注重质量,可以看出问题所在。 整剧的主演是大家所熟知的顶流,收视率自然不低,很多来源于粉丝的贡献,而剧情以及浮道化是影响评分的重点。 但是,此次的奖项不是颁给长歌行,而是迪利热巴的优秀青年演员奖。 数据说明问题,迪利热巴的演技好坏,大家有各自的标准,每个人都会不同,但奖项评判的标准,则是所有人投票的结果,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 迪利热巴的角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符合剧中的人物要求,这才是能够获奖的原因,综合来讲,迪利热巴是实至名归。 这部剧后来还让长歌行获得了今年第16届首尔国际电视节优秀电视剧的提名,迪利热巴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女配角赵露思泽获得了第16届首尔国际电视节亚洲之星的荣誉,可见,这部剧虽然在国内市场没那么大的关注,但引入到全球的视线中,反响还是挺大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恭喜迪利热巴和长歌行这部剧。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同时也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哦。